各位鄉親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觀看我們的慈濟醫院泌料健康講座的特別的演講 那今天跟大家講的是老年人的膀胱用藥跟失智症的關係 那我想這個題目呢大家聽起來怪怪的 老年人的吃藥為什麼跟失智症有關係 這個就有學問了而且很重要 那第一個呢老年人會尿失晉 很多老年人會尿失晉 那可能是因為膀胱不好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膀胱出口阻塞 導致我們滿意性尿失晉 還常見的就是我們老年人會有一些輕微的神經性病變 老年人因為慢慢的腦部會退化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有一點小小的失智 或是有點八斤生或是有小中風 那這些東西都會造成我們膀胱變得不穩定 那也有些人因為尿道鬆弛 所以導致我們的硬力性的尿失晉 那這些都會造成我們的尿失晉 所以當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會幫你檢查 發現說原來你可是敏感性的膀胱 而且有不穩定 有不穩定 那這個不穩定怎麼辦呢 那當然我們就要去找說 它的原因是在哪裡 是神經性的因素呢 還是B尿器的不穩定 或是我們的闊躍器比較鬆 或是我們的大腦皮質功能失調 所以往往是在膀胱脹尿脹到一個程度之後 才突然間覺得有尿 那要尿的時候就來不及 就會尿下去 那尿下去之後就會出現這個濕進 然後說需要包尿布 那醫生會幫你檢查 看看到底我們的 是不是有前列腺回答的問題 或者是呢 我們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有這些 腫中風 阿金森氏症 阿茲海默症 或是加上一些糖尿病 種種的神經性因的尿失晉所造成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些這個檢查 也許病人是小型的前列腺回答 造成的膀胱過動 也有可能在排尿的時候呢 我們的肌肉緊張造成的一個功能障礙型的排尿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藥物來治療 剛剛講過這些都是醫生方面的 醫生跟你檢查的時候呢 就會說我給你藥物治療 這個藥物有什麼藥物呢 常常看到的就是抗膽檢藥物 那還有就是β的一個腎上腺素的促進劑 這兩種藥物主要都是針對膀胱的縮縮 讓它減少收縮 或是讓它增加它的放鬆 來讓膀胱能夠穩定一點 不要亂收縮 能夠多裝一點小便減少尿失劑 那也有時候呢 醫師我也喜歡開一些抗憂鬱的藥物 這個藥物呢 可以讓尿到的肌肉比較緊一點 比較不會漏尿 是讓肌肉緊一點 那也有時候呢 當上面的效果都不好的時候呢 就會加上一些抗發炎的藥物 那因為膀胱發炎會讓我們的膀胱過動 所以吃了抗發炎的藥就會改善 或者是合併以上各種藥物治療 好 那吃了這些藥物之後呢 哇 副作用就來了 有什麼副作用呢 第一個 口肝 眼花 便秘 排尿困難 還有一個認知功能的障礙 那這些藥物如果吃過膀胱過動症的藥的人 大概都會覺得有 有這個問題 吃了之後嘴巴就口水很少 老是乾乾的 那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模糊 也以為最近是不是白內障 那便秘呢 老人人本來就常常會便秘 吃了之後大便會很乾 非常的乾 那有時候大便完之後 衛生紙艙很乾淨 否則還可以下次再用 這麼乾 排尿困難也有些人會發生 但是不是常有 好 認知功能障礙 是在最近這幾年來才被大家注意到的 有些人年紀大了中風在家裡躺著 那吃了藥之後呢 比較好了 比較不會漏尿 可是就覺得好像有一點點開始記憶力變差 不太想動 你問他什麼他答非所問 那很多家人都以為說 反正那年紀老人就是這樣子 那吃藥吃藥就說你不要去拿油 我來拿你拿 這樣一拿 一年 一年一直拿下去 吃了好幾年 結果人就是越來越昏昏沉沉 其實呢 我們要注意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 是不是藥物引起的認知功能障礙 有時候變化很快喔 吃一兩個月就發生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話就讓它一直下去 好 所以呢 長期服用抗膽鹼藥物會造成認知功能障礙 這個是在最近這些年已經從很多流行病學臨床的調查上 已經確認有這個問題 只不過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只要有輕微認知功能障礙的人 剛開始就有了 比如說輕微的尿失智 輕微的中風之後 有時候天天這樣子 天特天特這樣子 就比較會發生 所以有時候變冷的回來 然後來拿藥 我就問他說 陪你來的人是誰 那看一下 好像不太熟這樣 其實是他女兒或他兒子 你住哪裡 最近有什麼事情 今天早上地震你知道嗎 到底想不想的 有時候他不太知道的話 你就要注意 那我們藥物就要稍微做修改 不要吃那麼重 或是改另外一種藥 因為早期失智症的病人吃了這種藥 吃久了會造成失智症的症狀加劇 那失智症症狀加劇之後呢 他反而會對於膀胱過動症那種急尿感 他沒有辦法知道 反而會更惡化 所以這樣惡化結果 醫生就常常說 好 再加重一點 再加重一點 結果越吃越重 越吃越重 所以在這個藥物選擇上呢 應該要特別注意 當然我們也說提醒大家 也就是說你們知道家裡有人在吃這種藥 那當他有這種問題就要主動跟醫生提醒 要不然有時候醫生也不太知道 問他說好不好 好 那馬上開藥 三個月後來好不好 又很好 又再開藥 一直下去 一直到人 整個人昏昏沉沉那不行 好 那另外呢 老年人的夜尿症 夜間的尿濕菌 有很多原因 有可能是夜間多尿症 也可能是膀胱過動 有時候呢 老年人也會有收縮力不好 所以他小便每次解都解一點點 流很多 所以一下子就要尿 一下就要尿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在吃了膀胱過動症的藥之後呢 他尿的更少了 雖然漏尿好像少了 可是皮尿變多 這些都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那也有些老年人因為尿到外擴隙劑比較鬆 所以睡覺的時候呢 更鬆了 所以這時候就更會漏尿 那對於這些夜間多尿症的藥物的使用呢 老年人我們也要注意 要注意他有低血納症 那有些人吃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呢 怎麼會開始有點點 人就虛弱無力啊 覺得是這個鈉太低 鹽分太低 所以這時候人就會很虛弱 所以這時候要趕快停藥 那補充這個膏炎的食物就會改善 所以當我們發現他有認知功能障礙 意識不清 就要從這些藥物的思考說 是不是藥物的副作用所造成的來特別的注意 那當然當一些忍尿失禁不好的時候 口服藥物效果不佳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增加膀胱過冬症的藥物 但是要注意 加藥的種類 盡量不要讓抗膽檢藥物的量太多 這個藥物吃的太多真的是會影響 那同時互作用 口乾舌燥便秘 眼花這些互作用 那我們可以更換抗膽檢藥物的種類 或是改用膀胱內的灌注藥物 或是我們也可以注射肉毒感菌素 然後還要去尋找可能造成尿失禁的原因 那這樣子的話呢 像我們過去作用肉毒感菌素跟注射膀胱 也可以達到尿失禁控制的目的 而且可以減少口服藥所造成的副作用 這個東西都是我們已經做了很熟悉的一些 而且健保都有幾副的治療 這肉毒感菌素注射 那注射之後呢 雖然它膀胱收縮力會比較差 但是我們可以用比較低的劑量 來減少這個發生排尿困難 或是減不出來的一個副作用 好 那另外呢 尿道擴約肌避所不全 也會造成尿失禁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都可以用尿道外擴約肌 的人工擴約肌 或是用球晶狀的一個下尿道的 尿道下的吊帶來增加尿道的阻力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所以對老年人的一個尿失禁 其實都可以有很好的治療 那做了這個吊帶之後呢 把那尿道塑緊了 那不會影響到它排尿 那活動什麼就比較不會漏尿 這些都是很好的治療方法 所以呢 老年人尿失禁呢 其實是很複雜的症狀 它可能合併有中樞神經病變 膀胱過動 膀胱收縮力不足 或是膀胱出口的阻散 那這些我們都要確定診斷 才能夠給予合理的治療 但是我們這邊就要特別強調 剛使用藥物之後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 會不會影響到它有認知功能 如果老人家吃了藥之後 覺得有溫溫沉沉 然後這個意識不清楚 或是開始記憶力模糊 那你說動他講息 有這個情形 不要以為說是老年人 應該本來就會這樣子甜可甜的 不是 常常是藥的附作 要盡量的減少 或是要跟醫師告知 讓醫師來調整藥物 來避免這些副作用 繼續下去 影響到他的一個 生理跟心理的健康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 傳遞了這些健康衛生的一個 教育的知識 讓大家知道說 老年的尿失禁是可以治療 但是在治療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藥物所引起的副作用 謝謝各位 謝謝